云林县东南国中 今年将以为台湾农业做一件事喜愿小麦为主题 参加网界博览会 17日下午由老师林冬毅率领学生9人 前往彰化县政府拜会县长魏明谷 农业处长黄碧海 育英国小校长卓迅德等人陪同 学生们期望借由参访 更深入了解彰化县大城乡小麦种植产业 以及彰化县农业观光发展的规划 今天很高兴东南中学的学生来我们彰化县政府参访 他们很关心小麦的器作 那我们彰化县大城乡 农业川有种植全国最大面积 180公顷的小麦 我们知道小麦可以制作面包 还有水饺等等 这是萨良所做成的一些食品 那现在我们饮食都已经细化了 吃面包的人口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县政府也在协助农民来推广小麦的种植 希望我们小麦种植的面积能够扩大 那小麦是耐旱的 刚好冬天的时候最适合种植这个小麦 我们协助农民来冬天种植小麦 增加我们农民的收益 改善我们的农民生活 我们彰化县在东南国中的小朋友 对我们在地的大城乡的喜愿小麦 非常有兴趣 那特别来请问县长有关 我们小麦器作 还有小麦观光的各种县长的证件 还有他的看法 那希望能够带给小朋友一个不同的观点 然后再参加网界博览会的各项比赛上面 能够有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特别来拜访县长还有农业处长 我们藉由网界博览会就是探讨小麦 然后发现全国小麦种植面积最大的在彰化地区 所以我们就来问彰化县长 希望能了解他未来的发展 还有他可以有什么规划 彰化县政府对于农业的政策推广 是在地生产 在地消费 以及有机无毒的农作物 增加农民收益 而南彰化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 希望可以作为大台中都会区的后花园 进而推广休闲观光 对于未来政策因农业劳力不足 将推广农业机械化 也期望年轻人投入农业的工作 透过网络行销增加农业知识 公益频道许维珍 彰化采访报导 我们需要练进农场 的多数 花园 的多数 花园